他是家人眼里的范童小儿子 也是众神坛之色变的诸神黄昏 虽然在地球上他也是电竞冠军 但出生在名门家庭里 父亲继承一所大型医院 而母亲出自书香门第 哥哥也考上了最好的医科大学 姐姐更是已经在各地巡演的音乐家 在他们眼里从小执着于游戏胜负的昌善 也只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怪胎 然而父亲每每训斥他后眼角的泪水 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 母亲病脚的皱纹 房间里的满目狼藉 似乎都在揭示着他失去一切后的种种 然而这一日一切都改变了 他的面前偶然降临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也许是万般颓然化作百无禁忌 即使这传说是十死无生 但他依旧踏出了那一步 至此 一位令整个神界未知日夜恐惧的诸神黄昏就此诞生 几百年的战斗 让他学会了近乎所有的战法 成百上千位神明一一成为了他的刀下亡魂 但骁勇善战的将军始终敌不过阴谋诡计 上神十二星座中的天蝎座安塔瑞斯 利用那独一无二的超品毒计 剥夺了他一路艰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神力 极限的压制与众神的围裂 最终还是将他送上了形台 可当他再次睁开眼 自己却身处在一片花海 挣扎起身 我应该已经被神法抹杀了才对 可为什么还有意识 自己这又是在哪儿 昌善尝试呼唤系统 但得到的只有无法打开系统 以及无访问权限 无论是神格 神作 神位 信仰之力都被强制降格 可为什么自己现在却如此清醒 苦似无果这时却传来了传之靠近的声音 你是诸神黄昏李昌善 来者如同幽冥使者 自顾自地开始描述他的身世父母 并且不知为何突然从地球消失出现在阿卡迪亚行星 甚至化身成为新的是神之神 随后被众神抓到并押送刑场进行抹杀 我应该没有认错人吧 声音尚未落下 昌善已然认定来者不善急速冲向对方 待他反应过来时 少年的一只手已然近在咫尺 堪堪躲过攻击 庆幸若不是这小子此刻没有了神格 恐怕自己早就被他干掉了 然而昌善在突袭后也确实显露疲态 调整呼吸准备再次进攻时 身边却出现了大量的能量体 只是一个瞬间他就被对方给束缚 原来是阵魂锁 眼见已然无法反抗 昌善只能盯着来人 对方见此也终于开始了自我介绍 他叫绿是明界一等差事 而这里正是斯提克斯河 少年更是不明白了 按理说神罚是抹杀 又怎么还会来到阴曹地府呢 绿只是告诉他说 因为你是地球人 本来就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路上慢慢告诉你吧 把你从神罚中拉回来的大人正在等你 昌善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边走边看 一路上绿告诉昌善 人类的生死遵循着生死部的记载 但他突然去了与这里完全不同世界 而生死部无法在这个世界以外生效 听着绿的叙述 昌善心头又有了疑问 如他所说 明明他们让自己在神台被抹除更省事 但他们带自己回来 也只有另一个解释了 跟着绿来到岸边映入眼帘的就是明宫 绿不敢久留 直接带着昌善飞向了明宫深处 一路上看到了炙烤灵魂的火山地狱 惩罚人性恶行的冰山地狱 还有最特别的风神地狱 来到冥王宫殿前 绿恭恭敬敬地表示 一等差使绿 以带回珠神黄昏 女闭 眼前的大门自行开启 门后强烈的神性之力蜂拥而出 昌善能感受到黑暗中 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 这一幕不仅没有吓到昌善 身为斗神的他 更是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 但见到冥王后 对方反而显得十分狡善 你知道 如果你在地球上死后会遇到什么吗 看着眼前的冥神 昌善不知对方卖的什么药 随口回了句我不知道 完全没想过这个问题 而冥王却不知深意地笑了笑 你是一定会来地狱报道的 昌善被枕无语了 直勾勾地盯着冥王 2024年7月21日 你成为职业店竞选手后 因为队友的失误 你疯狂咒骂他 而那个队友把你的话记在了心里 昌善本还不屑 就这种小事算什么呢 但冥王身边的差事却主动说道 根据规定这件事 需要受到15日的拔舌之行 昌善慌了 如果这都要受刑 果不其然冥王接下来继续阐述 你竟然26年来 都没有牵过你孩子的手 去黑暗地狱再待6天 另外 看短视频不点赞不留狗头 甚至不爱提个倒霉蛋帮你受罚 去刀山地狱再待500年 昌善越听越离谱 感觉自己被耍了 够了 你到底在开什么玩笑 冥王只是淡淡一笑 开玩笑在地球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但你去了阿卡迪亚后 好像确实完全不同了 展开大致记载昌善离开地球后的卷轴 看着他的变化 到了阿卡迪亚后 你就跟疯子一样的在战斗 但少年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救下我目的又是什么 冥王是没想到诸神黄昏会这么的意思 表示他需要昌善办一件事 有一些神明为了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 提高神格 违背了他们的誓约 将手伸向了地球的人类 而你 李昌善 我要你替我去婆娑世界 让这些神明成为我的奴仆 你是要让我转世投胎吗 冥王此时挥了婚衣袖 眼前的空间便开始变换 准确来说 我是让你回到原来的位置 仔细看好这里发生的事情 你会头晕的 昌善看着急速放大的画面 而另一个昌善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即便是诸神黄昏也不淡定了 这不可能 这是我离开地球的那一天 看见星神大震的诸神黄昏 冥王也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我会送你去世界大便的初期 而你只用专注于 替我奴役这些越界的神明 你就可以重获新生 这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 逐渐平静的昌善 看着眼前的冥王问 是什么理由 让你选择给了我这个机会 是这个原因 所以那个时候 才突然出现了传送门 还让我逆着去了阿卡比亚吗 是的 他们正在逐渐靠近地球 而选择你是因为你适合做猎人 而他们也清楚识约的漏洞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干预 但你本就是人类 参与其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可以当作是劳改 工作结束后会给你新的生活 而且我还会给你重开并升级系统 以及地球的管辖权 你可以当作是君主的恩赐 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坏的交易呢 这个都给我了 我没有理由拒绝啊 半赏 他来到轮回之门 昌善迫不及待地跨过 享受着阔别数百年地球的气息 系统也已经恢复连接并开始更新 您现在的职位是管理员 昌善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等到再次醒来 却是在草地上 阿成成就拥有前世记忆的转生者 自己好像已经身处在副本之中 观察四周人们都是说的国语 他感慨着自己真的回来了 虽然是在地牢 但的的确确回来了 可还没等欣喜之情 易于言表 系统已经传来提示 欢迎来到集市地下城 仁慈的森林 找到一名遗漏的参与者 最新统计 进入人数432人 地下城任务现在开始 任务目标 击败森林中各种怪兽 并到达山顶 随着第一路段开启 昌善已然冲向森林 还在焦虑的人们看着他的背影 惊讶于这人为什么这么有 可实际上昌善没有跑多远 就出现了体力不支 打开自己的状态栏 却是一团糟 此时系统数据更新完成 新的状态栏 怎么看都是一个纯纯的新手 原本还在吐槽 将使用者击杀的亡魂 囚禁于行囊 可以用这些灵魂进行治疗 或者强化肉体 而执行剑 则是执行神法 和处决邪恶的特殊技能 通过该技能 还能抢夺被处行者 部分神格之力 虽然都还只是初级技能 但理论上这两个技能 是完全解放了自己的成长壁垒 他心里还是很满意的 虽然知道未避开众神的耳目 刻意将他传送到了 一个随机的地牢之中 但想来冥王能把这种 全能送给自己 也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 想来应该是对那些 破坏誓约 基于地球的神识纷恼呢 但现在他要关心的 只有一件事情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 变强才行 因为这一次侥幸回来 他必须要做到 让这些神明和星星 用任何办法 都不能再有抹杀自己的机会 而他就这样 顶着一级的属性 干着十级的野怪 还是那种 冲到怪堆里迎来的方式 他明白 想要快速变强 少不了打怪升级穿装备 打怪升级凭借 自己是神无数的经验 就能轻松解决 但是装备现阶段 只能靠让众神垂涎自己 去获取更多的好处 所以他即便冲杀到 自己只剩撕血 也要秀出自己的操作 是硬生生把野怪 杀出了畏惧本能 你以击杀最后一只黑曼八蛇 达成成就捕获 444只黑曼八蛇的捕蛇人 成就奖励力量加5 获得初级耐毒性 第一场战斗下来 很快就获得了 星座狩猎的好季节的关注 昌善很清楚 这群喜欢给自己 起别名的神背后到底是谁 这个星座本名叫帕比尔萨格 是人们熟知的战神 但他看中的是帕比尔萨格的母亲 上古厄龙提亚马特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大人物 昌善一脸满意地 看着自己见底的血量 发动了技能剥夺灵魂 将自己的血量补充5% 脱离虚弱状态后 刚准备动身去下一个关卡 手中的匕首就提示耐久不耗尽 作为新手武器 能撑到现在也确实不容易 找他搜了无疑是天方夜谭 但是他掉落的毒牙 有机会获得技能万毒不清 这对昌善来说极为重要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 身后突然插入了一把 龙民纹路的武器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 提议以此为赌注 24小时内击杀血星慢巴舌 失败则以浪费神座时间为由 夺走您的生命 您是否愿意接受任务 昌善看着眼前的条件 他明白 这是神明戏弄凡人的性命赌约 但他不仅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竟然为了能耗上更多好处 硬生生把24小时通关条件 自行要求缩短至30分钟 但对方必须拿出更多 要知道这是一所20级玩家 都不一定能单通的副本 昌善此刻甚至只有6级 不仅要单人通关 还要把约定缩短至半小时 帕比尔萨格观察着 这个极致疯狂的家伙 哑然大笑 觉得的确很有趣 答应了他的提 命赋家如果任务失败 一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昌善脑子里 已经有了此时此刻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的念头 另一边地牢入口 好几个人都在讨论 刚刚冲出去的男孩 为什么那么着急 难道是为了地牢的宝物换钱吗 但突然 所有人的系统都弹出了消息 地牢中黑曼巴蛇 已被全部清除 还在疑惑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接二连三的系统提示 谈了出来 白色蠕虫怪已被全部清除 蓝牙怪已被全部清除 胡曼巴蛇正在被迅速消灭 玩家李昌善 正在大面积屠杀 无辜小怪 所有人都陷入了震惊中 唯独这个小哥露出了 咬牙切齿的表情 此时昌善与帕比尔萨格的赌约 正在众神之间快速传播 越来越多神明开始从天界审视他 帕比尔萨格发现关注的人 越来越多开始手足无措 警告了对他感兴趣的神明和星星 这是自己先看中的候选人 在管理员权限的系统提示下 昌善把这些全都看在了眼里 不出所料这件事 让更多的神明注意到了这里 往后薅这群神明的好处 应该能更容易了 但现在您已达到10级 达成成就最快冲破新手期的人才 奖励全属性加5 并向您开放隐藏职业 此时时间过去了大部分 想起在神界的几百年前 自己选择了平庸的枪术室 如果想在短暂的时间里 解决这里的战斗 最好就是狂战士 龙骑士或者暗君王 虽然后两个职业随机出来的概率很低 但狂战士也足够让自己 在这场赌局里获胜了 毕竟这个boss是20级以上的存在 公开30个随机职业 可以选择的有很多 但最普通的隐藏职业狂战士却没有 少年突然傻了眼 任务失败倒计时 6分钟 看着随时会找到自己的血腥慢巴舌 索性选了破坏力顶尖 但极其不适合战斗的服术士 您已转职为服术士 提升5点敏捷 5点魔力 5点意志 新增属性智力 新增属性意志 奇德技能初级符文制作 技能效果刻印咒语 帕比尔萨格看到他的选择感到十分意外 某位匿名的神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昌善直接把囤下来的属性点 分配给了智力和意志 与此同时突然感到身后传来的杀意 Boss已经发现了他 慌忙躲开致命一击后 昌善立刻发动技能初级符文制作 只见他用提亚马特匕首划开手掌 血液炙热地洒在武器上 看着血腥慢巴舌 他明白符文刻印 一旦有一点失误 就会前功尽弃 到时候恐怕就要再次见到冥王了 好在曾经那个老头硬逼着我学过那些东西 没想到如今真派上用场了 您已成功转刻爆发符文 在一分钟内提高五倍伤害 您的魔力已耗尽进入饥饿状态 随着昌善一声咆哮 入口的人们震惊地看着远处升起的浓烟 玩家李昌善正在突袭领主 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懵了 怎么会这么快 但小哥突然喊道 这个混蛋想害死我们了 当初比赛的时候就是这样自作主张 结果在这里也是这样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丧命了 一旁的大叔看着冲天的烟雾和火光 如果那是暴击产生的技能效果 那他绝对具备了无法想象的实力 也许我们还有胜算 远处昌善与领主的殊死一战 因为时间限制他已经拼红了眼 随着森林再次传来的巨响 系统提示已成功击杀领主血腥曼巴蛇 征服地牢任务开拓的第一区域 临时排行榜 第一名李昌善4999积分 第二名条海城一点积分 第三名巫将按照成果依次发放奖励 大叔看着这过于夸张的成绩 也许自己正在见证 新石王的诞生 半赏 昌善自顾自地把Boss尸骸砸回了新手区 有几尊神明非常露骨地对您表达了兴趣 他依旧自顾自地命令着 营币玩家去清扫一下小怪 神作帕比尔萨格又一次警告诸神 不要跟他抢着男人 他还是自顾自地绘制隔绝符文 并对Boss开始袍解 神作为了能笼络您 愿为您一致千金 他只是研究起了自己现在的属性技能 帕比尔萨格已为您开启龙之宝库 此时昌善才抬眼 细看着琳琅满目的赌约奖励 帕比尔萨格本以为只要他提 任何奖励都能满足他 但他即便觉得极为诱人 您已关闭清单位选择任何奖励 为获得的奖励将转换为功勋点 获得一百万功勋点 拒绝使徒后选人奖励将转换为功勋点 再加一百万 目前持有功勋点两百零一万五千 昌善看着这巨额的数字 看来和这群神打赌 远比自己拼命通关的奖励还多 完全无视了被拒绝后暴怒的 神作帕比尔萨格 这个举动也完全在天界传开 无数神作蜂拥至H9721频道 目前已经有无数尊神明 对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神作帕比尔萨格双眼冒火地 盯着您并直接转过了头 此时众神还不知道 昌善其实可以看到 在管理频道发生的所有事情 而且正是他一手 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 但他并不知道在地牢入口 有着一位对他抱有极大敌意的少年 他叫全中才 本是SK战队一员 而昌善曾是他的队长 他不明白 为什么李昌善随随便便 就否定了他的价值 明明只是一个赛场上的失误 谁都会有失误不是吗 但昌善坚持把他踢出战队 可在他看来 自己一直都比别人厉害 凭什么他们能拿冠军 那本是自己也能站上的舞台 至此少年对昌善埋下了极深的怨念 他对身边的同伴说 这种酗酒成瘾的混蛋都能做到的事情 自己也绝对可以做到 而且他好像在这里也觉醒了某种天赋 他能看到一条神明的信息 神座穿透黄昏的猫头鹰 对玩家全中才的天赋 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但他身边的伙伴却疑惑地看着他 突然一道金色光芒破空出现 直勾勾地砸向营地的地面 出现管理员 光芒中走出一个口吐芬芳的兔子 垃圾骂好 我是H频道的管理员使徒 人畜无害的模样却语出惊人 原本是不干涉大家玩游戏或者被游戏玩 但是鉴于这个地下城关注的神明太多 迫于领导的压力必须调整难度 即将撤销安全区域 野怪攻击力和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惊呼声下只有一人隐隐猜到 他叫朴海诚 是隶属于国家安全支援司令部觉醒队的少尉 也是一名玩家 曾一次的副本中 他遇到过类似这次所谓神明的筛选 他明白如果不能让那群高高在上的神感到满意 他们一点都不介意让这儿的人类永远留下来 而他侥幸成为了那唯一的幸存者 李昌善 如果你最后的选择不能让他们满意 恐怕 野怪获得更高的自由度并进入饥饿状态 玩家可在十秒内自行组成小队最多试人 小队收集99颗火射力可通过第二区域 大叔此时心中百感交集 难道要看着大家就这样被众神玩弄致死吗 您就是朴海诚玩家吧 恶龙洞窟的唯一幸存者 我们管理局可是一直关注着您啊 想不到您会再次参与到众神的筛选游戏里 那就祝您好运了 已开放第二区域 怪物们在饥饿状态下 发了疯的冲向原本在安全区域的人们 所有人都开始慌忙逃窜 即便拿着武器此时也没有一丝反抗之心 就在这世人群里冲出了一个小哥 您获得了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的庇护 可系统声音逐渐扭曲 仿佛出了故障一样 您获得了神作叽叽叽的叽叽叽叽的庇护 远处同样看到系统提示的昌扇 这么快就开始进行筛选了吗 太任性了吧 所以我才讨厌他们 为了尽快成长起来 昌扇不断在生命边缘战斗 越击击杀boss 一个人冲杀一群高级野怪 为了锤炼出毒免能力 独自收集着火器 看了一眼为了急速通关第一区域 所剩无几的状态 毅然决然地再次跳进野怪堆里 既然第二区域是火毒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 寒毒 矿物毒 湿毒 现在他就要准备 666个以上的火设例 虽然每一只火蜥蜴 都能掉落一颗 但毕竟不是自动拾取 所以也颇费了一番功夫 而拳中才望着 始终无法超越的数据 于是和这诡异的神作 进行了某项交易 只要能获得更多的力量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而营地的人们 经过艰苦的战斗后 越发感受到了 天赋带来的布公 调海诚看着人们 极度的心情被滋养壮大 是无奈 但此刻拳中才 突然回到营地 带着古怪又疯狂的喜悦 告诉所有人 庇护自己的神作 便宜让他把 赐予自己的力量 共享出来 几乎所有人 在感受到 庇护之力的巨大差距后 全都投去了渴望 只有朴海诚 看到这一幕 谨慎地选择了默默离去 拳中才得剩下 每一个人手臂上 刻下了烙印 大家本以为 获得了崛起的机会 可迎来的却是一个 接着一个伙伴的被害 小女孩为了 豪生远离的人群 却依旧没躲过 怪物的爪牙 千军一发之际 昌善突然出现救下了他 愤恨之下 他表示 无论什么事情 他都愿意做 洗衣做饭 打扫样样精通 只要对方愿意帮自己 他甚至愿意 把自己最后一块 巧克力送给他 看了一眼 女孩手臂上的烙印 他认得 这应该是 灵魂献祭的恶魔烙印 他来营地的 所有人都被骗了 被烙印的人死亡后 生命力会被宿主夺走 而灵魂归恶魔 这个叫全中财的家伙 现在应该变得很强了 而且这个烙印的等级 是不是太高了 最起码是 魔王级以上的手笔 不过反正也不关自己的事 把他从火纹熊手里 救下来 已经很够意思了 只是这个小女孩 要怎么办呢 昌善看着他 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 女孩坚定地点了点头 那就先给你 修改这个烙印吧 你对逃跑非常有天赋 我会在你身上 撰刻魅惑符文 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之后你要把他们 溜到一起 剩下的事情 我会处理掉 半晌 昌善手起刀落 一大片的怪物 就倒在了他的脚下 这是最后一只了吧 小女孩兴奋地 看着如杀神的他 大叔 我已经把周围的怪 都引过来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于是昌善 让他尽可能跑远一点 接下来会非常危险 一个充满信赖的目光 投向了他 好的大叔 如果 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 应该就是最后一只 领主包 腐败的瘟疫蜘蛛 这儿的尸毒 逐渐弥漫而开 另一边全忠裁 疯狂地吸收着 死去玩家的生命力 以不似人形的面孔 享受着这一切 我要变得再强一点 要越来越强 神座对眷属的成长 感到非常满意 而这群人也都发现了 他们已经被烙印束缚 每一个人 现在都是敢怒不敢言 前去探路的人 回来告诉他说 BOSS的位置已经找到了 他曾经的伙伴 心中也百感交集 他只是把所有人 当成了奴隶而已 这里就像是 监狱 随后他便带着一群 老弱妇儒 前往BOSS锁在地 李昌善 我必定会让你 堕入无尽深渊 不知情的昌善 这会儿已然开怪 面对仿佛俯师 组成的摩天之珠 只是一个瞬间 空气中便充满了 致命的毒气 而他竟选择 直接引爆体内火气 勇来净化毒素 达成成就燃烧666颗火射链 获得离火本 此时的昌善 也是压力巨大 开启蛇童 就要在浓密的毒物中 紧密观察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 非常看好您的价值 赐下恩典 技能蛇童临时 升级为毒蛇之童 而让昌善惊喜的是 毒蛇之童 还能锁定要害 昌善一边进化 不断渗透至体内的毒素 一边快速接近 全身不满 争獰练狗的BOSS 猛然一刀精准 劈开他的一条腿 只听见BOSS 发出了凄厉的怪脚 昌善已经跃至他的上方 开启毒蛇之童 寻找着此次最重要的道具 瘟疫蜘蛛的毒线 锁定心脏旁边 昌善果断提刀就刺了过去 其料属性相差太过悬殊 直接把刀弹了起来 散步在蜘蛛背上的腐蚀 发现了他的位置 一口一个浓痰就向着他喷懒 眼见完全不是对手 昌善立刻做出判断 先跑为敬 在你追我赶的游戏中 他跳入了一个深坑中 瘟疫蜘蛛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 感到非常兴奋 但他不知道对方 事先清理掉了周围所有野怪 正是为了在附近布置好符纹陷阱 发动爆炸符纹 冲片的烈焰从陷阱中涌出 瘟疫蜘蛛陷入烧伤状态 发动穿刺符纹 地下的尖刺瞬间 洞穿瘟疫蜘蛛的身体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 看着陷阱中挣扎的蜘蛛 怜悯地笑了笑 为了避开陷阱的波及 他已然跃上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拿成成就瘟中之鳖 别急 我的陷阱现在才刚刚开始 另一边全中裁 带着残兵来到爆附近 看到满地狼藉已然死透的俯视怪 愤怒的他不相信这都是李昌善的手笔 然而系统提示再次弹出 有人正在创造伟大的成就 地牢排名 李昌善29550分 终于他绷不住了 但并没有等他思索 神座勃然大怒 如果您再敢抹黑他的威名 绝不会放过您 这将是您最后的机会 玩家李昌善正在与腐败的 瘟疫蜘蛛战斗 听到这个消息 他疯了一样冲向Bug所在地 看到的 却是一场完全不在一个次元的战斗 现在自己冲上去无疑是送人头 在他想来 等到两边全都精疲力尽才好 好像那家伙有意识地 避免波及到普通人 如果把这些人扯进来 也许能消耗他更多体力 不过还是不够稳妥 弄点人质也许会更好 此时低头正看见 开着急风急走的小女孩 快速地逃离战场 大叔实在是太太太强了 再次露出癫狂表情 全中才已然有了计划 战场上 诸图迷茫地看着 给自己下套的人类 只看见对方冷冷一笑 再次动手砍断了绳索 密集的穿刺符纹如雨而下 砸在了本就虚弱的 瘟疫蜘蛛身上 他怕了 不顾一切地跑向自己的老巢 昌善岂会就此放过他 在他逃跑的路上 竟然也设置了陷阱 猛烈的冲击 再次贯穿了他的身体 骑上Boss被赏 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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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成功重现了 充满傲益的一击 您已击败瘟疫蜘蛛 昌善拿到毒线后 看不出喜乐的沉默了几秒 直接一口吞下了他 您已升级 昌善面部开始争鸣 您已升级 昌善已然失去了 站起来的力量 您已达到20级 昌善嘴里吐出了大量的毒物 随着系统不断响起提示 地牢排行榜统计 第一名李昌善 97450积分 管理局将为您提供 额外供薰点奖励 达成伟大的成就 无数尊神明对您抛出橄榄枝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 不屑地看向了 打马后炮的神明和星星 然而昌善仿佛 失去了意识一般跪在地上 现在是虚脱了吗 看来逮住你了呢 就是现在 所有人都去攻击李昌善 而昌善 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 但只有拳中才突然发现 原本静止不动地昌善 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神作们发出了狂笑 并表示非常期待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玩家拳中才和他的爪牙中了陷阱 这是什么意思 昌善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还能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 要完蛋了 地牢即将关闭 突发任务逃离陷阱 猎人与猎物突然互换 让众人大惊失色 可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有两人应声倒地 只见拳中才怒吼一声 就提刀劈向他 但他只是空中一个蓄力 格挡 上挑 对方手肘都180度扭曲到了身后 昌善不懈地看着 吸收了那么多人 生命力的对手如此不堪一击 手中短刀直刺他的面门 可惜被他躲过了 此时他再也不敢与昌善硬拼 拉起自己的小弟 就顶在了自己前方 然而他对这些 向着自己斩路过獠牙的人 丝毫没有留守 瞬间大量的小弟领了盒饭 他惊恐地看着宛如杀神的昌善 我需要 需要更多的力量 抬手就开始屠杀起自己的小弟 不远处大叔朴海诚 看着这一幕实在有心无力 但明白全忠才只是神明 用来测试昌善的工具 从一开始他就被利用了 就像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样 他发动烙音的契约 打算吸收死去人们的力量 发动失败 为什么 昌善已然提刀冲向了他 来不及思索 立刻拿起短刀进行格挡 但他怎么可能挡住杀神的攻势 瞬间全忠才的手臂 就被昌善卸掉 在剧烈的疼痛中 他看到死去小弟的生命力 正在流逝 但竟然全部流向了昌善体内 怎么会 怎么全部去了他那里 原来昌善早已凭借着 自己服术式的职能 硬生生把寄生在小女孩 胳膊上的烙印 改成了宿主烙印 又担心那股力量 涌入他体内会让他暴体而亡 于是又在旁边 转刻了通道符文 这样那股力量 就会传递到昌善自己身上 看着已经没有反抗之力的这个人 他苦思冥想都记不起来 到底是谁 你怎么可能忘记我 我之所以被逐出俱乐部 不都是因为你吗 但他只是一脸猛逼的 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人 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被赶出俱乐部 还找我抗议的家伙 你当时在那儿不停狡辩 我还挺看不起你呢 你真是 一点都没变啊 全忠才彻底被刺激到了 全然不顾两人现在的差距 就要攻击昌善 神座嫌弃地望向了自己的眷属 昌善眼里没有一丝情绪看见他 仿佛泼了一盆冷水的 他清醒过来 死亡的威胁侵袭着他的大脑 昌善只是手起刀落 早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样 就不羡慕他了 都是因为他 被诅咒的玩家全忠才以下线 大量的生命力 从他身体内涌出 静止奔向了昌善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 奉劝您减缓吸收的速度 这与魔力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不要被欲望蒙蔽了双眼 要适当放弃一部分力量 神座叹服于您的学识渊博 竟然能破解这种境界的烙印 而昌善也确实在疯狂吸收这股力量 但他并不敢轻易停下 自己如果不这么吸收 放弃掉的生命力 大概率会把小女孩撑死 不知名的神座表示 确实是一场有趣的试炼 此时昌善也已经完全吸收掉了 这些生命力 他果然是在试探我 这家伙到底是谁 神座正在考虑送出何种礼物 以奖励您优异的表现 他虽然是这么说 但同时把在场剩下的 所有人锁定在了空中 而在昌善面前 却给出了两个选择 接受或者拒绝 躲在暗处的蒲海城 惊慌地探着这一幕 他们又做这种事情 如果李昌善的选择 不能让他们满意 他们肯定会觉得扫兴 然后让所有人都领盒饭 李昌善 那冷漠的眼神 本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 接受这种礼物 但昌善却轻描淡写地 选择了拒绝 不知名的神座 表示无法理解您的决定 他只是冷漠地说 我不能相信一尊 隐藏身份的神秘 不知名的神座 看到自己被隐藏的 神号不经失效 追逐深淵的大恶魔 对您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梅菲斯托费勒斯 梅菲斯托询问您是否认识他 完蛋失误了 刚刚表情没有控制好 梅菲斯托在大恶魔中 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就连提亚马特看到 也要敬畏三尺 可是为什么连这种家伙 也会关注二星地牢的玩家 神座追逐深淵的大恶魔 追问您想要什么样的礼物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 对追逐深淵的大恶魔 表示了强烈的抗命 不要随意触碰自己的东西 帕比尔萨格 我还以为他走了呢 他还敢对他母亲都忌惮的 梅菲斯托如此不禁 即将重新开始关闭地牢 请各位注意安全 老爷子 虽然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但我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然而刚从地下城出来的他 忽然接到了一个专属任务 以生成任务场景选择守护星 所有玩家都能选择一位守护星 请您仔细斟酌 各位神明给出的条件并选择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承诺赐予您第一只剑一只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承诺 赐予您智慧的先知一只 神作追逐深淵的大恶魔 承诺赐予您终末的观察者一只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 承诺赐予您 九尊神明正在等待您的选择 但此刻所有神明 甚至系统都不知道 昌善虽然很心动这些帮助 但他早已经是 冥王转世回地球的猎神者 任何一个势力都不可能再加入 他要的本就只是 让这些神明掩馋自己 为自己掏腰包 说白了就是要白调他们 时间已耗尽 您目前处于无心状态 达成成就拒绝神明好意的 魔性男子 比起通关地牢 感觉拒绝这种好处 更不轻松啊 而他也不知道的是 这次地牢的事件 不仅仅震撼了神明 世界觉醒者协会 也得知了他的战绩 你一只人物啊 到底是什么人 孤身通关二星地下城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 明明所有监控都查了一遍 找到他了 他在家 你说什么 你吃饭了吗 可定睛一看昌善脏兮兮的 你怎么含着成这样 可昌善 已然被几百年 没有闻到的泡菜香味 迷得满头大汗 只不过他不知道 自己曾经是不喜欢泡菜的 抱起家里的狗狗 臭蛋 好久不见 你不要一直舔我呀 汤快煮好了 你先去洗个澡吧 妈 我去把汤端出来 时隔几百年 我终于回家了 虽然他们大概 只是几天没见到我 饭桌上父亲喝斥 他在C区消失好几天 报道上又说 那儿出现了地牢 你妈妈都吓晕了 你就一个劲的吃 什么也不交代一下嘛 越说越激动的父亲 干脆筷子拍下 起身就要回到医院 继续自己的工作 但昌善也敏锐地 看见了父亲眼角上 带出的泪珠 而妈妈看丈夫出门了 还在劝昌善 你知道的 你爸爸生气 就会忍不住发火 所以不要太放心上了 他看着不再年轻的妈妈 心底也是一阵失落 是啊 我一直在逃避现实 等着家人主动关心我 却从未想过主动关心他们 想到这里昌善嘴里 突然蹦出一句对不起 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对不起 妈妈 我以后会注意的 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看着满屋狼藉 自己以前这么离谱吗 我要从什么地方 开始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呢 等昌善整理好房间 躺在床上后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 对您接下来的计划感到好奇 并表示他的狩猎术 一定能帮助您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 表示劳逸结合也很重要 他们连这种事情都要关注吗 昌善回想起妈妈的皱纹 和爸爸眼角的泪水 突然坐起身 还吓到了一旁躺着的臭蛋 我得让他们看到 我焕然一新的样子才行 只要我专注于玩家的生活 家人们应该也会 慢慢对我改观吧 既然第一步已经超额完成 感觉可以提前开始下一个计划 冥王告诉过 昌善在这边地区的虚主 就是他的第一个狩猎目标 而恰巧这尊神明 与他也十分熟悉 正是上一世 亲手把他送上行台的 是作勇者之一 陷入混乱的劳鼓 想到这里 他抑制不住露出了凶残的表情 可怜了他家臭蛋 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在这片区域成立的 白虎公会就是他的手 但这个人十分狡猾 且警觉极高 手底下眷属 现在也是遍布整个区域 昌善看到手机上一个月后 白虎战队选拔招募的消息 既然现在还不具备 能与其应聘的实力 那么就要在一个月内 做好充足的准备 就让我充分利用一下 冥王送给我的礼物吧 地狱十佬 是轻散冥界的十大神明 但全部被冥王击败囚禁 在专门关押神明的地狱中 为了能重返星空 他们成为了冥王的奴隶 其中一名强者知道 如何获得万毒不侵的能力 因自己的女儿 曾死于天蝎宫之手 无偿地将获得此能力的方法 教导给了自己 已经极其材料的 他为了不被任何活物干扰 特意借口散布前往无人森林 隐身结界 防护结界全部落下 还特意脱下外衣 防止一会淬炼毒免技能时被毁坏 打开背包一通操作与炼制 血腥慢八舌的毒牙 正在渗透您的心脏 剧毒正在迅速扩散 自动激活出极耐毒性 但效果非常微弱 您已完全吸收毒牙特性 获得技能毒血 火毒脚趾夹正在渗透您的肝脏 它要在所有器官 同时侵蚀到冰死状态下 俨然八卦炉淬炼全身 现在还远远不够 神作狩猎的好几节 惊骇地看着您的行为 并焦急地找起了能帮助您的物品 体内积攒离火本 就是专门用于驱邪破膜和净化的作用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 看着您发现的隐藏特性不禁感叹 好奇您接下来的计划 体内异物越是磅礴 它也会燃烧得更强烈 神作追逐深渊的大恶魔 正在等待您的答复 所以通过离火点燃八卦炉 是在地球上有且唯一的途径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 正在为您加油 地动蝎的伪真正在渗透您的脾脏 还不够 五种剧毒正在您体内发生剧烈的反应 警告 请您尽快进行治疗 您的生理技能已被全部麻痹 就在昌扇体内完全被毒素占据的瞬间 它终于点燃了离火火疗 犹如火星碰到石油一般 瞬间点燃了它的整个身体 恭喜您 成功点燃古代传说中的八卦炉之火 圣火正在修复您的身体 燃烧体内毒素 清除体内浊气 疏通体内气血 以重新生成魔力器官 达成成就 浴火重生的凤凰 获得被动技能石毒不清 获得技能血毒 又一次从鬼门关走出来的昌扇 此刻无比畅快 看向自己煞费苦心得来的技能 接下来得着手准备是神的武器了 相传春秋时期出现了一名 惊世骇俗的铸造大师 他叫欧野子 人们熟知的战炉 巨缺 圣邪 鱼长 纯军 七星龙渊 都是来自他的手笔 但连圣作们都不知道的是 欧野子并非一个人 而是一个传承 而传承的象征便是八卦炉的认可 明军曾告诉昌扇 既然上一世的诸神黄昏 有着万兵之王的称号 那么自己如果需要神器 可以去找这个人 眼前停业五年的废弃门店 本以为欧野子已经不在这里了 但昌扇闻到 从旗内渗透出来的神火气息 打开门店的第一时间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对好闻的钢铁气息 感到了无比舒适 看着满目琳琅的兵器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开心地表示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但昌扇突然止步凝神看去 在众多兵器中 有一把看上去十分激情的长剑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让您赶紧放下奇怪的武器 但昌扇并没有理会他 拿着武器仔细端下 难道是 于长剑 正当他思索不解 为何如此神器 变成这般模样时 身后突然传来呵斥 你谁啊 一个牵着导盲犬的男人 正站在门口 与此同时 昌扇家里也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一边是所谓的有关部门 一边是大型战队五星之舰的经理 还有一边则是昌扇 这次狩猎目标白虎战队的弹幕 几方势力都是想要拉拢 凭借新手担通二星地牢的昌扇 但在扇妈眼里 他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 在地下城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铸造房内 所以你是想打造武器对吗 你特么在逗我吗 我一个瞎子 你哪来的勇气委托我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猜测这里的优质武器 肯定不是出自于他的手 看着打算离开的男人与狗 我看到火炉还在燃烧不是吗 而且你右手的剪 看起来也是最近才有的 男人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刚准备发火 看起来你也过得不怎么好 但至少不要饿坏了你的狗吧 眼看男人沉默了 W行已入账一千万元 打款人李昌善 这是定金 如果觉得不够 W行已入账五百万元 打款人李昌善 男人看着如此匪夷所思的一幕 挣扎一番后无奈地转投 所以你想要的是什么 但昌善只是冷漠地看着他 叫老板 现在你收了我的钱 我是甲方 接下来你只能为我干活了 所以老板想要的是鞭子 组合长枪 巨斧和小手斧各五把 各类剑四笔 再加上盾牌弓和弓箭 还要一身铠甲对吗 我做不了 W银行已入账一亿元 打款人为李昌善 这是材料费 不够再跟我说 你大爷的 这个疯子 该死个混蛋 这种话我听得够多了 你也不用怀疑我什么 你只不过是个乙方 收钱办事不就是双赢的交易吗 欧爷子沉默了 好 你的委托我接受 但我有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昌善直勾勾地盯着他 什么问题 我们垫的火炉 要用到特制的铁锤 但父亲去世后 铁锤就被我师兄抢走了 而且他被一个大型战队给收编了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这种事情在昌善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收买你师兄的是哪个战队 冲天战队 他们是十大战队之一 可话还没说完 昌善就起身准备离开 我去帮你拿回来 你把据点位置给我 什么 那里很危险的 无所谓 我会把他们所有人都干掉的 欧爷子瞬间好像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一直被他吸引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 但如果是这个人 不对 如果是老板 说不定真的可以 S是Z区凤火山 昌善望着自己查到的信息 冲天战队与多起重大犯罪有所牵连 卖春 买卖人口 绑架 受雇杀人的一群祸害 看来把他们全部干掉也无妨了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赐予您恩典 您已获得不动心 技能效果 精神免疫 百折不挠 这就直接赐予恩典了 还真是嫉恶如仇的代表啊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先伪装一下身份 微笑的合回假面 效果 隔绝他人认知 增强事业 冲天战队招募那个混蛋的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开启眼前的坟墓地牢的最终关卡 因为他们一直找不到房间隐藏钥匙 才会把那家伙带过去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 非常期待您接下来的战斗表现 只见昌扇拿出一把用寒冰鹰女毛制作的匕首 嘴里还碎碎念着 我可不会让这些祸害哥屁的那么轻巧 只见匕首悄无声息地冲向所有的巡逻守卫 命中的瞬间立即化作大量的寒冰气息 一刹那所有人全部变成了冰雕 被冰冻的瞬间昌扇也一跃而至人群中间 下一秒就有一片人家成了生育片 这样还不够 我要让这些垃圾们更加痛苦 划开自己的手掌 愣在蕴含冰毒的冰雕之上 发动技能血毒 冰毒与血毒瞬间融合侵蚀到了每一个人渣体内 做完这些后 仓上缓缓走向坟墓入口 冰毒解除 你们就沉浸在痛苦中去忏悔吧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惊讶于您的冲动行为 并津津有味地注视着事态发展 您已进入地牢贝斯特拉的坟墓 以为您发动微笑的合回假面效果增强视野 听说为了方便随时制作钥匙 他们直接把火炉搬到了领主的房门口 看来还能顺便把领主的陪葬品也带走了 开始地牢任务 请您击退坟墓的守护者 但逐渐走进坟墓深处的昌扇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出来吧 在我觉得无理之前 初次见面 我是地牢管理员使者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惊愕地表示 那家伙为什么会从那里冒出来 您这么说太过分了 其他几位神明早就发现我的行踪了 神作勃然大怒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用看傻子般的眼神 盯着狩猎的好季节 神作追逐深渊的大恶魔凝视着管理员使者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 笑着安慰狩猎的好季节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被惊掉了下巴 你跟踪我 是为了写报告书吧 您竟然知道报告书 报告书可是神明们为重点关注对象 进行缜密记录的文件 他身为一个新手 竟然会知道这些事情 看来您比众多老玩家都要见多识广呢 我要把这一点也写进报告书里 说完还偷瞄了一眼昌善 但他面具下却是非常戏谑的神态 看着管理员 这兔子慌了 李昌善是天界最具流量的超级星星 众多神明都非常期待他的报告书 我也是受到管理局的压力才来跟踪他 但这种情况下 我还被他发现了行踪 而且他好像非常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也已经写了至少一半了 如果他现在把报告书交给别的管理员 这该如何是好啊 突然听到一句技术权就交给你吧 这管理员激动的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但昌善是何许人也 立马表示对方必须答应自己一个请求 管理员想都没想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呢 放心 不是什么刁钻的请求 我会在离开地牢之前跟你说清楚 好吧 我只能答应您全线范围内的请求哦 听到这里少年再次露出得逞的笑容 那就算我们达成契约了 就听咔嚓一声 玩家李昌善和管理员使者已递结魔力契约 他怎么连魔力契约都知道 这比老玩家都玩得明白啊 还在兔子愣神之际昌善已然继续前行 立马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非常开心 能见到比自己更狡黠的人类 一路跟着他更是让人心惊 李昌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玩家 他那卓越的战斗方式 也在此次地牢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到30分钟 就顺利通过了前面两片区域 他不光能够一刀斩断巨大的铁球 就连溅如雨下的陷阱都能轻松击破 虽然我记得H921地牢 已经有四年没有被人通关过了 但说不定这次就要被他通关了 从长年的管理员生活中打磨出的经验告诉我 他的天赋 直觉 克性 无意不是完美的 说不定就连黄道十二宫 三元二十八星宿等伟大的星座也会对他感兴趣 李昌善玩家的卓越表现 让我想起某位故人 一味将众神玩弄于鼓掌之间 直至生命的最后都在散发璀璨光芒的大人 诸神黄昏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警告您 这里处处散发着邪恶的气息 这血腥味 前面肯定有什么情况 随着昌善深入墓穴 眼前景象让他惊目一带 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堆砌在血泊之中 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 对惨绝人寰的场景表示了愤怒 听说他们在打造解锁领主房间的钥匙 这些死者都是祭品了 看来自己还是太悠哉了 另一边 冲天战队的队员正带着新的祭品前往牧师入口 一边是兴奋地猜测这次破目奖励的人渣 一边是苦苦哀求放过他们的普通人 下一秒身边的队友就变成了冰雕 还没反应过来的他 就看见一人瞬间来到镜前 手起刀落冰金四散而开 而剩下的人渣拿起刀就愤怒地刺向来人 但昌善反手就是一刀卸下他的左手 顺势将提亚马特龙领刀刺入右肩 你是什么人 冲天战队的地盘你也敢 等看仔细面具下的目光突然感到毛骨悚然 这绝对不是人类的眼神 你想活命吗 把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说出来 捂着自己失去的胳膊 这里常驻三十名队员 其中我已经说完了 请您放过我吧 您已装备火焰虎牙制作的短件 我只是问你想不想活着 但没说要留你一条活路啊 就听见啪的一声 您已升级 发动拳能剥夺灵魂 看着吸收灵魂如同死神的昌善 被俘虏的人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人是鬼 回头看了一眼他们 便要转身离去 你们回入口的房间多好听见 任何声音都不要出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 再次离开的昌善又在地牢中化身杀神 而领主房间门口的男人 正一脸错愕地看着系统提示 地牢排名更新李昌善第十一名 地牢排名更新李昌善第八名 地牢排名更新第六名 第三名 第二名 该死的 难道全都被干掉了 男人正愤怒地看着系统时 突然听见门口走来一人 救救我 会长 看着对面不成人形的样子 男人突然慌了 孙 孙 孙副主管 你给我清醒一点 全身布满符文的孙主管就在男人面前突然爆炸 猝不及防下男人堪堪躲开爆炸的致命伤 你已被严重烧伤 你已深重腐蚀毒 你已深重酸性毒 请尽快解毒 你已进入冰死状态 而男人刚拿住紧急治疗药剂 就听见火焰中传出呼啸的声音 突然昌善从火光内冲出 手持短刀就向着他直刺而来 死亡正在向您靠近 他是神明们口口相传的凶魔暴君 也是电子竞技场上的冠军杀神 可在母亲眼里他是个心地柔软的孩子 他不希望小家伙卷入什么危险的事 然而事与愿违 昌善为了替欧爷子拿回传城 独自深入S市Z区凤火山 而守在这里的 是那早已臭名昭著的冲天战队 他们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恶魔 为了进入这个四年未曾开启的Boss所在地 不惜血迹数不尽的无辜人类 表面上光鲜亮丽 但背地里一直在干着人肉绑架等交易 昌善打开那道关押同类的禁忌之门 里面却早已是血肉横飞 于是他靠着上一世数不尽的是神经验 在这个近乎无人敢靠近的地下城里 开始了一场屠杀 最后一位守在这里的副队长 临死前问昌善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死 听到的却是假面之下的一声不屑 既然你是他人的生命如草剑 那应该也做好了被视同一律的准备才对 发动灵魂剥夺 回复6%的体力 神座穿透黄昏的猫头鹰对您非常满意 特赐新的恩典既能平常心 效果临危不乱以及精神免疫 昌善是知道这家伙的耿直 换作别的人估摸着以为这个象征和平的女神 是打算让自己去当和尚了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 看到接连的两个赐福感到不安 正在翻找他的宝库寻找新的恩典 昌善缓缓来到不复口 系统提示钥匙就在地牢的某处 可他却取出骨枪 羞的一声便丢了出去 躲在角落的男人立即避命 欧野子的师兄 最终还是为了他的富贵荣华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拾起这象征铸造师传承的荣锤 也算是了了那小子的委托 而这扇大门 冲天战队在这里花费了好几年的功夫 都没能打开 他可不会蠢到自己慢慢寻找 于是偏了偏头眼里再次蹦出脚下 被昌善召唤的兔子这会儿心底 已然有了不妙之胆 果然 旅行契约的要求是让自己给这魔鬼打开boss之门 原则上来说 管理员是不允许对地牢任务进行干预的 是吗 那么 你是不想继续做我的报告书了吗 看到兔子着急忙慌地冲向大门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望着管理员的样子 暴笑出声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又一次被您的智慧所折服 检测到管理员的权限 即将为您开启封印之门 然而当兔子瞧见门内的景色时 脸上已然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模样望向昌善 表示已为您开启大门还请进 瞟了一眼对方 昌善缓缓走近这四年未曾开启boss房 抬眼望去 面具下的脸色这才逐渐凝重 这竟是贝斯特拉的邪念体 您受到了诅咒 昌善的眼瞳鲜红流出血泪 地牢的主人将想方设法对您进行夺涉 请您抵抗至最后并打碎黄金关 卑贱的蝼蚁 竟敢惊扰本王的永年 开始催眠 将你的肉体浇出来吧 开始洗脑 而门外的兔子 此时已然抑制不住地开怀大笑 区区一个新人 竟敢把他玩弄于鼓掌 坟墓类的地下城boss其实很简单 只要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力基本上就能通关 但刚刚看到的那只邪念体 巨大的太过夸张 就是给老玩家们都不一定能抵抗 白白您嘞 你这个混蛋 您已发动不动心将免疫精神入侵 您已发动停长心将大幅增加精神壁垒 坏了 兔子着急忙慌地转身 地牢任务已结束 我好像忘记了 第一名李昌善 那家伙是本就精神力极高的服术室 地牢即将关闭 远处高台上的身影逐渐清晰 地牢即将完全关闭 那是圣国多路的钥匙 今夜月明 昌善将龙锤交给已然震撼到无以复加的欧爷子 要求自己的那些武器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 男人这会儿对他早已又劲又怕 可这个时间 就是给大罗金仙下凡 他也是做不到的 所以 我才会给你三倍的报酬不是吗 听着欧爷子的咆哮 他却只是缓缓拿起已然扭曲的鱼长剑 对了 这把剑也是拿来卖的吧 我带走了 而欧爷子一看是父辈传承下来的打火棒刚想拒绝 W行入账一亿元 哪款人为李昌善 欧爷子最后也只能对着屏幕重骂 待到昌善离开后他这才缓缓回头 望向陪伴自己十年有余的渡兵 叹了口气 缓缓关上门 算了 既然事情都这样了 那就来大干一场吧 他压的 这小子实在太有魅力了 不就是神级兵器吗 我造点你看 另一边 一辆S式的出租车上 昌善把玩着手中宝物 其实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贝斯特拉的坟墓最终奖励 却是圣伯多禄的钥匙 但夜已深 再不回去母亲又该担心我了 然而就算是他也不知道的事 这会儿家里还有着三位不速之客 其中白虎战队 其实就是冲天战队的幕后支持者 他们为了得到圣伯多禄的钥匙 花费重金才把原本不入流的小战队培养壮大 但现在的冲天战队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当这位第二攻坚组组长收到消息时 煞世间一股暴虐的气息刺塞尔台 见此铁魔女也慌了 他虽不知道这人是发了什么疯 但在普通人面前展开虎杀 这近乎等同于谋杀 一旁五星战队的摄射尔也立即来到他面前 这才把对方从暴虐中唤醒 看到魔女护着的女人脸上没有一丝巨蜒 甚至隐隐带着脑目 他这才感到有失体统 但觉醒者的高傲让他没能表达出丝毫情 低着头便离开了昌善家 三人虽未相约 但也是同时来到这儿的 剩下的二人此时也显得十分尴尬 然而还没等他俩说点什么 善娜已然微微低下头开口道 之前就听说 觉醒者与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我们家老妖也是这样子的吧 别看他看起来很冷淡 其实他的心肠软得很 而我的本意是希望他少受点伤害 可现在看来是我想简单了 各位请先回去吧 半赏 离开昌善家的他们还在抱怨 要不是徐族长乱来事情 也不会变得这么棘手 摄氏尔其实比较头疼 毕竟自己那外甥女从地牢回来后 就一直缠着他 说什么都要自己帮他把昌善大叔带回去 于是他与觉醒者协会的人到别后 无奈地选择了继续守在这儿 倒不是他俩不想等下去 只是此时的一则重磅消息 已然从协会传来 S是Z区凤火山 发现众多险些成为祭品的人员 为避免发生二次伤害 请求紧急支援 就这样 二人离去后不久 昌善一边把玩着手里早已变态的于长剑 一边往家里走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把破铜烂铁当个宝 但这玩意儿 本就是能在神火炉中打火的物品 又怎么会是反物 但此物已然畸形 如若不是冥王的系统 就算是他也无法相信 这竟是传说中九大名剑之一的于长剑 当初战卢剑的出现 就已然在阿卡迪亚掀起腥风血雨 记得当时 可是有两个帝国和六个王国因此被灭 虽然不知道是谁特意清除掉了于长剑的特征 但很明显 那人是希望这柄剑能从这个世上消失 昌善想着 如果有机会 自己可以试试集齐这欧野子的九大名剑 手掌逐渐张开 煞时间骨毛出现 明以装备火焰虎牙钉 现在能藏在这儿的玩家 明以发动攻击 绝不可能是什么善男性女 涉事而瞟了一眼穿透而来的骨毛 他也有点生气 即使是自己隐藏了气息 但也没必要上来就动手吧 然而昌善已经冲了上来 眼里更是透着必杀之意 涉事而心里猛然一紧 望着近在咫尺的短剑 好在他也是酒精沙场的老玩家 军刀瞬间与短剑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手里传来的苏玛告诉他 眼前这个新人力气大得极不合理 而昌善并没有给他丝毫空隙 古怪的身法 诡异的剑术 都让这位五星战队的干部疲态惊险 最要命的 是他完全找不到昌善的破绽 原本只是想测试一下对方的实力 可现在是什么情况 就见涉事而狠狠的一咬牙 虽然对不起万生你 但如果他不拼尽全力 关区之剑歌颂万曲 恐怕完全不是对手 而昌善望着发动技能的涉事而 脸上依旧古井无波 两个等级差距超过四十级的玩家 就这样再次交锋 然而下一秒 涉事而立马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这令得原本杀意大起的暴君 眉头拧成了麻花 在大麻 对不起 刚刚是我糊涂了 原本只是想测试一下您的实力 结果不小心兴奋过了头 还请您原谅我的莽撞 望着对方舍弃的兵刃 昌善也没了战意 就这么盯着他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 希望你能狠狠地教训他 就见涉事而瞄准机会 快速地递出了自己的名片 眼见昌善没有拒绝 立即表示自己是代表五星战队 邀请他加入 而昌善 快速搜索了一遍脑子里的记忆 他们战队的守护神教无名的巨人 好像真名叫夜王 从涉事而口中昌善这才明白 自己与那些神明缠斗太久 现在回到地球 好像太小看了这群玩家的情报能力 这个信息对他来说十分珍贵 昌善想来 日后的行动中还得更加小心才是 半傻 见昌善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应允他的提议 涉事而只好先行离去 而神作狩猎的好季节不干了 大吼大叫地要昌善打到对方服了才对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不懈地 让帕比尔萨格的好战因子换个地发泄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恼羞成怒 神作环绕世界的蛇不懈地让他能动手就别逼逼 神作狩猎的好季节叫嚣要把对方炖成蛇羹汤 昌善也是很服气 这两个家伙是哪天能不在自己这儿斗嘴 不对啊 他既然在这里出现 就说明大概率已经去过我家了呀 完蛋了 妈妈肯定会担心的 然而焦急回家的昌善并没有注意 涉事而手掌上流淌而下的鲜血 感受到对方离去 他再也抑制不住身体本能的颤抖 半晌 昌善回到家中 望着一如既往温柔的母亲 他却能明显感受到对方眉间那一抹没能散尽的担忧 妈妈 我有话 要对您说 此后过去了一个月 昌善迷茫地望着手机里的日程 好似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斑 缓缓地叹出一口气 终于 我也该开始正式行动了 他已瘦身却登顶神位 本为山君的他 现在却成为了一方霸主的守护心 可身为神界的虚主 他却不愿遵守规则 为了能获得更多信仰之力 将自己的爪牙伸向地球 而隶属于他的白虎战队 这次却来了一位奇人 昌善 正是冥王暗中派来狩猎他的地球人 为了快速接近对方 还选现场上的他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能力 惊人的魔力天赋 另得实战筛选的会场上 不出意外多出了许多审视的目光 而这也正是昌善希望看到的 教官询问他想要挑战什么级别的怪物 他表示 放出战队里最猛的那只就好 而面对比之以往都要强悍的怪物 昌善能有这般底气 正是这看似小巧的武器库 不得不说 欧野子不愧是传承神将 一个月的时间 竟真的把昌善所需的上百种武器 全部打造了出来 而且每一笔 都拥有着完美的副效 就在雷龙冲来的刹那 神座陷入混乱的老虎 看到您一动不动打到疑惑 而昌善缓缓睁开眼眸 回想起对方那丑陋的嘴脸 终于 眼里的杀意大起 既然你这么关注我 我可不能让你失望了 突然 短枪刹那刺进了雷龙的双眼 看台上的人们 甚至完全没有察觉昌善的出手 就见他趁机拉开距离 手腕上突然出现魔力绳索 如同魔术般缠绕住了雷龙头上的长枪 用力一拉 雷龙的哀嚎声刹那响彻整个会场 而昌善下一秒 却突然出现在怪物头顶 两柄短枪瞬间变成一柄双头骑枪 趁着怪物还没反应过来 骑枪竟然被昌善深深插入了对方的脑门 他借着雷龙挣扎的力量 瞬间又拉开了与他的距离 看台之上 望着这代表暴击的金色效果 无意不是倒吸数口凉气 因为台下这个男人打出的 似乎永远都是致命一击 发动技能血毒 雷龙感受到了异样 却依然连吼声也无法发出 庞大的身躯彻底进入了麻痹状态 就看见昌善眼神一鸣 庞大的魔力随着他的枪技冲向怪物 这对许多老玩家们来说 都十分棘手的雷龙 不到一分钟就被昌善给轰成了渣 您已击败德雷克龙 您已升级 初级枪术升级而虚主 望着台下风头净险的男人 神座陷入混乱的老虎 对您产生了强烈的弹意 第一攻坚组组长条相号 更是恨不得立即 把昌善收入自己的队伍 可他还是慢了一步 看台上的沸腾尚未落下 昌善这儿却突发变故 伴随着一声巨响 第二攻坚组组长 与他刹那交锋在了一起 一小子 武幻 武煞 全都奈何不了你们 而昌善望着虚主气味浓郁的家伙 只觉得作误 正盘算着要不要弄死对方 这样应该能更加吸引虚主的注意力 但他转眼一想 这可能破坏此后的计划 正好这会儿突然传来了一声喝止 四位攻坚组组长齐齐 出现在了今年的海选现场 竟全都是打着拉拢这个新人的主意 昌善见词只觉得正好 若是他们几个能打起来 再见点血 说不得他可以考虑改变计划 现在就能把四个人全弄死 这些人承载了太多虚主的气息 早晚是要全部带走的 这样一来 躲在背后的那家伙 想来应该也会受到不小反噬 然而就在四人打算大干一场时 场内再次传来一声巨响 只是一瞬间 四人全都被来人的气息 或多或少给震出了内伤 但只有昌善看清 他那近乎凝实的虚主能量 他是白虎战队董事长吴世焕 是战队中的二当家 也是真正的战队化世人 而这老头的虎煞 就连昌善也无法抵挡 他脑子里预想了无数次与之交手 无一例外 现在的自己必死无疑 他好强 然而老头并没有先理会昌善 眼睛瞟向四位组长 本以为二当家会把昌善指定一个攻坚组 作为他派系的二组理应有最大的机会 但他批判完四人不成体统后 却把昌善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送了一套高级战袍 给他却又陷入了沉思 这样的人才他也是闻所未闻 为了不把事情弄复杂 于是告诉昌善 守护心很看重他 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尽管提便是 而昌善的背景 钱财本就构不成吸引 想来白虎战队早已调查的一清二楚 于是顺水推舟 表示他要的是加入未来战略部 正好和掌管实权的大人物搞好关系 二当家望着他对权力的渴望毫不掩饰 笑声近乎震动了整座大楼 这妖孽般的小鬼实在有趣 好 白虎就应当有你这般霸气 未来战略部可以说是战队的脊柱 既然你想得到他 你就得证明自己 说说看 你要如何说服我 听说黑红山脉是每一个新人都会参与的历练 如果我刷新了那里的历史最高纪录 算是证明自己了吗 然而这老狐狸嘴里说着的确可以 看上去却另有所乎 昌善也是人精 老家伙这么卖关子 就代表他所求之物并不在此 于是立马改口 表示他可以直接通关黑红山脉 听到这儿 二当家的神情不自觉地露出满意 顺着昌善的话表示 他早就想换个新的研修副本了 看来这个副本里果然有着什么东西 没准这次还能抓住这老家伙的弱点 二人达成共识 昌善不经意地表示 希望出发前先借用一下号称 世界第一的白虎图书馆 老头子高兴 于是特批了一周的借阅权给他 半晌 昌善望着一整栋楼的书籍 他要在这里解气白虎的弱点 更重要的是 明王告诉过他 白虎图书馆里有着人马坐的身法 也就这头不知畏惧的老虎 才敢把竹椅打到黄道十二宫的身上 如果昌善能拿到这种神能 那么在他觉醒神性之时 就没有任何神明能够再次制裁他了 不过 神座陷入混乱的老虎 正在观察您的一举一动 要在这么大的图书馆里找寻降临部 无疑是大海捞针 而且最高两个等级的书库 目前还没有阅览权 加上虚竹与他的战队全方位的监视 自己还不能表现的目的性太强 于是一连五天 昌善利用不动心与平常心两个精神类技能 不断摄取这里的各种书籍 有枪术 有身法 有基础心法 甚至还有历史传说 这让负责监视他的男人找不到头绪疲悲不已 而昌善看似闲停信步 警告 由于短时间获取超负荷的知识量 头疼即将袭来 达成成就 为书而狂的阅读狂 奖励十点智力 五点抑制 凝对陷入混乱的老虎理解度提高 而这便是昌善的目的 整个图书馆 代表着虚主拥有的技能术 所以这里的书籍一定有着构筑对方的碎片 正在进行技能组合 百分之十五 十六 三十五 我要以玩家的身份找到破坏虚主的法门 技能组合率 百分之三十九 不动心即将到达临界点 昌善回到基础书库区域 最后的时间 他只能尝试看能否找到用暗号记载的书籍 等等 找到了 虽然不能确信这就是降临步 但这本书里一定蕴藏着惊人的秘密 这是 遗书 男人本是剑门守徒 却被自己一手带大的师弟废去武功 封印在门内就只长达百年 然而纵容并推进这一切的 竟是自家门内的守护心 原来 剑门自立于尘世之外 自若与剑道永恒 可突然降临的星座与神明打破了宁静 门中传承似乎与那位陷入混乱的老虎十分契合 为了不被切断与地球的联系 即使对他们的和平心极为嫌弃 但依旧选择助手 而他韩玉 明白以这位虚主的极恶之心 家门早晚会有大难铃声 于是以毕生所学封印了对方的神力 至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 他的状态就连剑都无法提起 而师弟文成 却一直在偷偷给他的食物理下毒 联合虚主 斩断了他的四肢经脉 废掉了他的魔力器官 从没时起 韩玉便只能呆呆地看着 看着对方拆掉了门派的旧址 建立百虎战队 看着对方获得剑千户的称号 成为人们口中的九大剑圣之一 看着对方 无时无刻不在这个世界引发混乱 直到有一天 韩玉突然听见了一个声音 她是那位虚主的母亲 原来虚主早年为了成就神力 亲口吞噬了她的全家 是真正意义上的妖魔 她告诉韩玉 只有亲眼见证这只恶魔的陨落 才有可能安心离去 于是 她将能打败对方的方法 尽数传授于自己 韩玉这才得以找回力量 经过井小慎威的秘密训练 就在师弟文成游历世界回来的那天 韩玉动手了 她做足了万般准备 却再来到此处时动摇了 世尊年迈 这个孩子是自己亲手养育成人 对他来说即使如今 文成在他的心底依旧有一份亲情 想到自己手中宝剑 也许会因这样的心境 与自己一同折损 这才以暗号的形式 在此处留下一书一本 若有意外 日后也许还能传达给有缘人之手 昌上缓缓和上这本一书 很明显 那个叫韩玉的人 应该是出现意外或者失败了 达成成就 继承猛虎之恨的人 获得技能 山君的第一个脚趾 效果一 大量出血 可以瞬间让人陷入冰死状态 效果二 连环攻势 可以无视技能冷却并连续发动 效果三 伤害叠加 效果四 互换技艺 昌善复杂地望着这个技能 他对于白虎战队的各种战法来说 除了有着制衡作用 更像是一本密集缺失的另一版 他与这里的技能属性是配度太高 想来也对 二者毕竟同根同源 可笑的是 诺大的白虎图书馆 至今无人知晓这个神技 只是这个技能一次性耗费的魔力是不是太多了 以昌善如今的熟练度而言 顶多用一次就得被吸干 看来还是需要尽快找到更多的灵药 虽然非常可惜 但降灵步 只能等待下次有机会再说了 昌善前往黑红山脉 一路上监视自己的男子依旧尽心尽责的尾随 安全区的新人看到他真的来的也是压力倍增 抬眼望去 可堪一用的家伙 只有三个吗 白冬天 那个人好像受到了其他神明的庇护 会是谁呢 昌善不知道的是 这段日子他的新闻早已漫天飞路 听说神秘人暗 真实身份就是李昌善先生 我们采访一下C区传送门的生还者 一位小女孩余某表示 当然是昌善大叔 是他把我从大坏蛋拳中才手里救了出来 神似颇海城少尉的先生表示 当时我对李昌善先生喊了一句赞 看到人员到齐了 教官也开始讲解本次新人沿袭的任务规则 并且只要不是犯罪行为 战队并不排斥相互争夺 随后教官派人给每一个新人送上了白虎的三大基础技能 虎煞 攻击形态威压类技能 虎步 攻击形态可承载霸气 虎幻 攻击形态可强化伤害 那么 请各位把卷轴撕掉并开始掌握技能吧 煞时间在场所有新人几乎同时获得了系统提示 接下来的一个月 你们若是不能熟练运用三大基础技能 就意味着淘汰 明白了吗 而昌善这时突然举起一只手 表示自己已经学会了 又反问教官 是不是掌握并施展这些技能 就可以提前离开安全区域 在场之人听到他这话全都傻了眼 从拿到技能到现在 一分钟都没有过去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人群中也有着战队高层的直系亲属 他们的长辈曾说过 李昌善并没有获得提前学习技能的优待 那么现在又怎么可能瞬间掌握 就见昌善闭上双眼呼出一口浊气 虎度 大气瞬间从他体内涌出 虎煞 威压自其体内四萨而开 虎幻 一股惊人的暴虐气息 涌入提亚马特的龙龄短剑 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 昌善提手便将剑气斩出 朝着教官静止冲去 从对方侧脸而过 伴随着一声巨响 安全区域外的怪物 瞬间便被撕裂成了一具具残渣 面对这种怪物 教官也傻了眼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没什么 就是试了一下就成了 这极具逼格的回答 也令昌善把在场的仇恨值拉爆了钢 但这些事情他又怎么会在意 转身便脱离了安全区 神座陷入混乱的老虎 无止境地给您画大笔 神座狩猎的好季节一脸不爽 第一区域的空气里 弥漫着恶性的灼气 八卦炉正在试图净化他们 您已发动不动心 昌善缓缓拿出双头骑枪 神座环绕世界的蛇 期待您接下来要施展的术法 森林尽力至极 昌善也在静静观察 这个等级的副本怪 已然有了些许战略 就见他突然抬眼 原来你们在这里 您已发动虎步 霸气涌入枪身 伴随一声轰鸣 本打算偷袭的怪物们 被吓得四处逃窜 独角鬼的栖息地 我要找的东西 肯定就在此处 在此之前 我就先尝试一下 黑山君的那个技能吧